龍行什麼呢? 剩下這兩個字又是怎麼讀呢? 這是春晚主題 早期跟大家說過 兩條龍就是讀搭 三條龍都是一樣 都是讀搭 普通話讀打 龍閃打打 龍行搭搭 兩條龍和三條龍是一樣的 同樣都是指 幾條龍在天空很歡樂騰飛的樣子 而龍行搭搭就是描繪了中國十四億賢女 奮發逃強昂揚向上的精神面貌 關於這個搭字有個說法 話說在秦代有個叫做搭的青銅器 是當時的仿古製品 是上古時期那些孩子用來洗禮用的 寓意就有新生的意思 也可以指人氣勢磅薄 威武紅壯的景象 若然過年抓人龍行搭搭 即是抓人好像條龍一樣 生機勃勃充滿希望的意思 再來前程什麼呢 四個月兩個憑 至於這個字普通話讀 藍粵語讀朗 朗古時候是通明朗的朗 即是明朗光線很充足 後來又引申為明白清晰的意思 所以如果捉人前程朗朗 即是捉人前途一片光明 至於這四個字又怎樣讀呢 記得跟大家說過 三條魚就是讀鮮 即是說魚很新鮮 四條魚你又懂不懂呢 普通話讀耶 粵語字典沒有收錄的 但在康熙字典裏面就有記載了 陰葉如性也 即是說很多魚 所以祝你生活業業 即是祝你多鮮魚 那當然不是啦 是祝你每一年都可以年年有餘 有個風修年 可以生活美滿 所以這四條魚的業節 是對生活對財富 對運勢對事業 比足方還好 還有一個就是事業什麼呢 四把火 四把火加起來就八把火了 記不記得早期跟大家說過的火炎炎逆 這字普通話讀伊 粵語讀逆 那你試想一下 一把火都夠猛了 四把火就更加猛烈 直接燒到含含聲 所以如果祝別人事業逆逆 即是祝你的事業工作 都好像一把火炎那樣 那麼猛烈 那麼輕惶 那麼輕盛 那麼成功的景象 亦都預意著事業有巨大的潛力 和無限的機遇 第五個就是三個土 德行什麼呢 三個土這字普通話讀有 粵語讀遙 德行遙遙 遙是指山勢高盡的意思 亦都可以用作人名 土在中華文化裏面 是代表穩重厚實的意思 而德行遙遙是象徵著品德高尚 行為穩重堅實的道德 和良好的品行 所以祝人德行遙遙 即是祝他好像遙一樣有聖人的品質 那麼第六句祝福語叫做智慧 什麼呢 四個水這字普通話讀慢 粵語讀慢 智慧慢慢 水在中華文化裏面 是象徵著智慧和靈動的 智慧慢慢的祝福語 就是祝人家的智慧 好像水一樣那麼深水那麼廣博 同時也象徵著卓越的智慧和洞察力 是不是很有內涵的一句祝福語呢 第七句祝福語 大家都很喜歡的 叫做財運什麼呢 三個金大家應該很熟悉 普通話讀先 粵語讀音 也可以讀堪 堪可以用作人名 也可以用作公司和店舖的名 意圖很好 有多財多王的意思 金在中華文化裏面 是代表財富和尊貴的意思 而三個金的堪 就是象徵著經濟上的繁榮和富足 若然祝人家財運堪堪 又或者是財運音音下 即是祝人家財源廣盡多金多王的意思 至於這個心情什麼呢 普通話讀 粵語 我也不知道怎樣讀 字典都沒有收錄 四個日你可以理解為向陽 即是心情美好 很善良的意思 很陽光的 心情粵粵 即是內心充滿著一種喜悅和善意 同時也象徵著積極向上的心態 即是心情綠綠綠綠大順 所以過年除了懂得說恭喜發財 除了禮事鬥來之外還有很多祝福語 比如說見到老人就要祝他身體健康 見到一顆豆釘就要祝他快高長大 聰明伶俐,惡業進步 見到美女又未嫁的情況下 祝他早日找到如意狼君越大越漂亮 見到帥仔就祝他形英碎靚正 撈什麼都行,飯飯都行 至於心分的祝他添丁發財 做生意的祝他生意興隆 豬龍入水,工作的工作順利一萬 反正祝大家,龍年大吉,龍行踏踏 前程朗朗,生活業業,事業逆逆 北幸遙遙,智慧漫漫,財運堪堪 身體飆飆的活力 到最後又輪到李發輝 說句四次的祝福語 評論區見,我們下一期再見 拜拜